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004会是核动力的吗 中国决心重返海洋强国 近500年世界相会有9个海洋强国 而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的 第11个海洋强国 这是为什么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 安全合作协议 而美日澳感到紧张 这又是为什么 中美在太平洋棋盘上的薄一 即将进入到中盘 接下来的冠军交通 会出现在台海跟台湾吗 视频道在经关注天下大财经 首先 时关事业 好 欢迎回来 根据媒体报道 在5月初的时候 中国航母辽宁舰编队 穿越了宫古海峡 进入了西太平洋 中国海军发言人高秀成表示 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 进行了远海实战化训练 有报道又指出说实战化训练的区域 还包括了台湾东部海域 与此同时 中国外交部在早前宣布 与南太平洋岛国索罗门群岛 签署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结果此事引发了太平洋国家 美国 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高度关注 石研生 您对于这两则新闻 有什么样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则新闻做一点联想 首先第一条 这个第一点联想都是跟太平洋有关 一个是西太平洋 一个是南太平洋 对吧 那么第二 跟中国的海军 都有直接跟阶级的关系 001就不用说了 跟索罗门群岛之间的协议 也有一个阶级的关系 那么第三呢 都是新生事务 也就是说在这个20年前或者10年前 我想一般人都很难想象 会有这种类似的新闻出来 那么说到底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 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具体说我认为就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中盘阶段了 这个太平洋博弈 其实说起来就是世纪两强之间 在两强之间的这个太平洋 大棋局上展开博弈 这个大棋局您如何来观察和分析 那行 我们就从003这一次这个演训开始谈起吧 003这一次呢 进入到这个西太平处 宫国海峡出去的 那么它的阵容是相当整齐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辽宁舰 它的鼠舰一共有七艘 那分别是导弹驱逐舰有五艘 这五艘里面呢 值得重视的05大驱一艘 052D三艘 还有052C一艘 另外呢还有护卫舰一艘 还有就是901的那个大型的补给舰一艘 那么这些所谓的鼠舰之外 就一加七之外呢 不排除水下 还有一到两艘的潜艇 那么所以呢 这些训练的目的 就在训练这么一个舰队 它是逼此间 要怎么进行这个 协同之间的一种演训 刚这个看起来气质很宏伟啊 当然根据我的印象的话 刘宁舰好像投入实用的时候 它是一个训练舰 就是说不具有实战的能力 那现在还是这样的吗 一点没错 刚开始就是它刚下水的时候 有一段期间呢 基本上是当作训练舰来使用的 但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有战斗力了 应该说中国的海军的发展 基本上秉持了一个原则 就是稳达稳达 循序接近 但是千万不要误会 这个稳达稳达是一个慢 错了 它这个稳达稳达之中是一个快 而且是快中又有好 又要稳 又要快 又要好 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 如何去理解是怎么做的呢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历史就是001 辽宁航 我想很多人大概都记得 有关相关的一些故事 可以拍部电影的 我告诉你 这个辽宁航本来当然不叫辽宁航 它最早是在苏联的时候 在乌克兰那个时候 开始建造的 后来叫做瓦联格号 1988年下水 可是下水没多久 91年苏联解体了以后 那就没有办法再续建了 当时的完工程度只有67% 也就三分之二 那没钱续建了就搁在那 一搁就搁了好几年 那么中国有一个退役的解放军人士 那么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那么就在1998年的时候 利用一个机会就用2000万美元 把这个几乎是一个空船壳 但是所有的图子一到 就用2000万美元给它买下来了 可买下来是买下来 又出现问题 回不来 为什么 因为土耳其在这边作梗 因为在美国后面在指使 土耳其说这个东西太大了 要经过我两个海峡 这个不安全 所以一拖又拖了四年 到了2002年终于搞通了 然后就用个拖船 有好几个拖船把它一直拖 拖到这个大连港 那是2002年的事情 2002年又搁了两年以后 中国政府就从香港那个姓徐的徐先生那里 手里面买下了这个空壳的一个舰 然后再过了一年 2005年正式开始研究 续舰 改造 经过了7年左右 终于在2012年完成下水服役 听起来这个故事是真的是一个 稳扎稳打的过程 当然我们知道 稳扎稳打的好处就是 通过一步步的学习 它是可以缺透所有的技术 同时也可以建设去夯实自己的实力 你讲的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吃透这两个字 就是中国掌握的薪水 就说中国要造修新的航空母舰 在那个时候也并不是非不可能 也并不出坑了 但是呢 这个这么做 可能要花的钱 花的精力 要比新造一场还要更贵 花的钱更多 但中国就这么做 它要吃透 吃透每一个图子里面的关键 那么所以在经过的这个 六七年时间里面 终于把它吃透 所以等到它一下水 2012下水 2013年中国第二艘002 就三冬舰就开始造了 而三冬舰造的时间就四年多 然后就2017年就下水 2019年就服役了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做法呢 是相当稳健的 那跟印度不一样 我们知道印度呢有一艘 它其实它没有能力 造一艘航空母舰 它东批之后 这个地方没有 我就买这个地方没有 而且就八国联军式的 一艘航空母舰造了12年 下水了三次 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能够进行船 因为连印度的海军 都不愿意接收 这一艘印度的航空母舰 的确印度人的做事风格 相当特别 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再说回中国 那中国系辽宁舰和山东舰之后 听说第三艘航母003号 很快就会下水了 没错 003号据说本来是听说 已经4月就要下水 但是因为上海疫情关系了 影响了攻期 那么现在有可能稍微退后一点 10月1号 8月1号 甚至6月都有可能 但不管是什么时候下水 它马上就下水 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而且注意到003 也是一个稳达稳达中的一个质量 跟数据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升级 水先生您觉得 国产003航母 它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 听说好像也是常规动力 没错 中国航母到现在为止 001 002 003 都是常规动力航母 但是003跟前两艘 001跟002有个最大 两个最大不同吧 一个它是这个排水量增加了 因为001大概是6万吨上下 002是7万吨上下 003是8万吨上下 因为这个排水量增加了 所以舰载机也会增多 所以在第一艘001上面 大概舰载战斗机的24架 第二艘大概有差不多30多架 第三艘 所有战斗机加来 有可能会超过60架 这是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001 002 都是滑越起飞的 它就有一个坡度上去的 003叫做直通甲板 是平的 那怎么飞呢 就是弹射起飞 而且是用电磁弹射的方式 就是说在常规动力的航母 需要很大动力的 而中国能够在常规动力航母上面 用到的所谓弹射起飞 这个在世界 甚至在美国都很难想象 但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 中国航母建设的进步的确是非常的亮眼 那我们也知道说 美国现在的航母有11艘 而且好像都是核动力航母 没错 美国我们看 中国跟美国怎么比伐 美国它搞航母 已经搞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了 从二战时候才搞 所以现在有11艘航母 而且都是核动力航母 那么中国跟美国比 那么中国三艘 美国11艘 第二个美国基本上都是核动力航母 然后它盾位差不多在10万吨上下 那么伏特级的话差不多有11万吨 中国刚刚我讲的6万吨 7万吨 8万吨 那么接下来004有可能将近9万 或者10万吨了 那么最重要的差别还是在于 中国基本上前两艘是华越起飞的 第三艘是电池弹射的 美国基本上前十艘都是蒸汽弹射的 到伏特级才开始出现电池弹射 所以刚刚你分析了两种 这个弹射还有这个华越这两种模式 那么从性能上来说的话 弹射是用于华越 那我们知道这个国产的两艘航母 之前都是华越的 那么现在好像国产003 应该是弹射的就进步了 那么就弹射来说的话 如何去比较中美两国的技术呢 是 你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了 有两个比较 一个是华越跟弹射的比较 第二是蒸汽弹射跟电子弹射的比较 华越起飞它是这样子 因为它本身的动力比较有限 弹射的话呢 动力很大 所以弹射起飞的飞机呢 它油可以占满 弹可以占满 就满油满蛋 所以它战斗力比较强 那么华越起飞的战斗力相对就逊色很多 这是第一个 那么所以中国现在的第三航母是电池弹射 就弹射了 那么至于美国呢 原来是蒸汽弹射 现在终于也改成电池弹射了 蒸汽弹射跟电池弹射差别在哪里呢 蒸汽弹射呢 它基本上 它相对来速度也可能慢一点 电池弹射快一点 更重要的差别呢 是蒸汽弹射 它的弹射的力道啊 不太容易控制的很精准 所以大飞机 小飞机 中飞机呢 它的力道不太容易 电池弹射很准的 你的飞机越大越重 我的力道用在哪里 所以对飞机结构本身造成的伤害会降低很多 所以美国现在也开始用电池弹射了 但是据我了解 福特级的这个电池弹射 到现在的位置还不够成熟 所以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非常圆顺的使用 而我们中国的003 如果正是能够完全成功的话 在这方面就不但不逊于美国 而且甚至还可能会超越美国 OK 您这样一讲的话 让我们感觉到说在电池残射上 这个虽然说中国在稳搭稳爪的基础上 和美国相比是实现了这个后发先制的效果了 对 那么这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那么中国除了航母本身有非常飞跃 这个在稳搭稳爪中有非常飞跃性的成长之外 还要注意到 因为这个航母舰队它作战它是一个整体 所以不能光看航母 你还要看鼠舰 还要看鼠舰上的这个舰载机 这方面中国的进步也非常的明显 的确说航母战斗群它是个群的概念 就是说是和这个航母协同作战的 这些配套的鼠舰当然也非常重要 那这方面中美如何去比较呢 所以你看看 就我们刚才前面列到这一次辽宁舰出航 它这个鼠舰的规模基本上就相当完整了 有导弹驱逐舰 有这个五艘之多 还有护卫舰 还有补击舰 然后这个水下面还有潜艇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阻拦队形 那么这个鼠舰跟这个舰载机 这个作用是干什么 舰载 我们现在舰载机 这个航母上舰载机最重要第一个就是 这个防守 防守对方的飞机过来 第二个是攻击 攻击对方 对海 对空 对陆地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有侦察机 还有这个预警机 然后呢 还有收救 这个方面 这个条件各方面都很完整的 那么鼠舰方面呢 鼠舰方面呢 第一个就防空 有的鼠舰就是专门打对方的飞机的导弹的 第二个是公路 第三个反潜 第三个是反舰 这几个功能基本上都要具备 最后当然还有补击 所以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呢 它基本上各方面的条件 各方面的配套都要很完整 而且都要非常棒才够 才有战斗力 这样一说的话 就是中国海军现在的话 虽然它起步比较晚 但是呢 速度非常的快 那除了说航母之外 它配套的这些舰载机啊 鼠舰啊 质量也都跟上来了 那如果说从质量上来说 中美如何去比较呢 是 这个最近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比方 就是中国的海军建设就像下枣子一样 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 真正快速发展都在最近的20年 甚至在最近的10年 中国这个每一年平均 这几年啊 平均每年下水的这个军舰的数 差不多有20万吨 20万吨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排水量 就相当于一个中级国家 比方说法国啊 它总共的海军的总顿位 就是我们中国一年下水的总顿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不仅发展的速度很快 就刚刚讲的 各方面 包括航母本身的质量也在进步 那么鼠舰呢 我再举个例子啊 那么刚才我们特别提到 在这次航母出行的时候 有第一艘最值得重视的 就是万吨级的这个大驱 大型驱逐舰就05 05大概有12500吨 那么这艘驱逐舰现在广受全世界关注 特别是美国跟日本这些国家特别关注 因为它上面条件太好了啊 首先它有112个垂直发射系统 而且是冷发射 热发射都有的 而且还有一个一坑四弹 就一个坑里面装四个弹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技术 然后呢 在雷达方面有远程的 双波段雷达 这种射频中和的一个集成 也相当出色 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055的大驱呢 应该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导弹驱逐舰里面 已经排名在最前沿了 甚至于可能还拔街 那么中国在这个005大驱发展的速度也非常快 那么几年前一口气下水 这个新舰的8艘 现在8艘基本上6艘已经入列了 还有2艘今天入列 就8艘完全完成了 而且据说在近期内有可能开始 第二批的0055大驱的一个新舰 所以在这方面呢 很值得我们大家这个高度的关注 听众您的分析 我想大家对于中国海军 现代化发展速度之快 一定是印象深刻 当然大家心中的可能有几个问题 包括为什么说中国会积极地发展 这个现代化的远洋舰队 那中国航母什么时候会实现核动力 以及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之间建立 安全合作协议意义何在 和中国的海洋计划有关系吗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那么这是一条大战 这两条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发展还不是完全成熟 相当同意 那您觉得中国要实现核动力航母的条件不够成熟 指的是什么 何时可以做到这一点 主要是核反应堆 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核能发展方面 基本上起步也是比较晚 但追的也比较快 所以中国现在在核能发电方面 核能反应堆方面的发展的速度 已经达到世界上最高的水平 也就是第三代反应堆 基本上都已经通过国际讨验 包括在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都已经输出了 叫做华龙一号 这个大家很清楚 那么中国在未来15年里面 还会兴建150座 那么非常大的一个大规模的兴建 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 因为这个体积还是太大 要装在航母上面 首先要必须克服一个问题 就要把它微小化 说小化 这方面中国还在努力当中 就是一般的核反应堆体积太大 并不适用于航母 所以说关键的关键就是这个体积 如何去把它缩小 您觉得这是目前中国建筑 核动力航母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对 而且这关键的 现在我的判断已经有相当大突破 就2021年中国已经宣布有 这个零龙一号 能够宣布实验成功 零龙一号的体积呢 就是高14公尺 宽跟长都是10公尺 那么这个体积呢 绝对是已经小到 可以放到航母里面去了 而且据说这个电供率也相当好 相当放 那么这个如果是11万顿航母 用35节的速度 是绰绰有余 唯一的 唯一的 就是据说它的核燃料 它的风度相对来讲 是适用于民用的 大概风度不够 所以经常要换这个核燃料 但是呢 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的军用跟民用 是有区别的 民用的风度是低 但是军用呢 现在应该已经发展到 风度很高 所以总的来讲 我认为这个技术的克服呢 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中国也应该能够成功的 那不管怎么说 中国发展员海军 无论是从航母的建设的速度 以及配套鼠舰的一些发展情况 还有未来 这个核动力航母的发展前景 都让大家看到有希望 目前呢 中国的这个航母力量 在世界是排在数一数二 当然美国第一 中国第二 外界呢 也有人担心 这个在投资上耗费会不会太大 从成本效益上 您如何来分析 你讲的没错 这个海军的发展 各国都一样 这个一方面 它是技术含量非常高 第二方面 它的耗资非常大 我查了一下 一艘航母 中国001跟002 大概平均 大概一艘就是300亿 这个人民币 美国的辐射器航母 大概130亿 这个美元 这个055大区 刚才我讲非常棒 这个中国的 一万多亿大区 那个叫60亿人民币 052D 刚才我们讲 有好几艘在配合的 大概就是40亿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金额 那还不光是 不光鼠舰 还有舰载机呢 舰载机也很贵 还有潜艇 潜艇也很贵 不光是如此 这个远洋舰的出去以后 还有补给基地 这些 还有上面的燃料 弹药 所以要养一个航母 发展一个 在一般国家是做不到 世界上只有这个少数国家能够 而且能够真正的 这个变成一个 很好战斗力的国家 那真是屈此可数 但是你说划不划得来 那我认为对大国来讲 对中国来讲是需要的 因为中国现在利益边界 已经基本上覆盖到整个地球 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 能够保障我们的经济 或者人民的各种安全 各方面的条件 各发展的利益 是吧 那么第二 我特别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中国这种自主发展的 这个军事科技 或者军事的武器 将来都有条件出口的 这个可以带动这个中国的 另外一种军工产业的发展 跟现在美国一样的 所以这个成本效益工具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接受 而且可以值得鼓励的 刚才您谈到了很多 其中我听到了一个 关于海外补给的问题 这让很多人想到 刚刚您最开始的时候 谈到的新闻 就是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 安全合作协议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 有关系的 就是我刚才讲过 中国的航母 如果将来要出远洋 走到印度洋的话 就一定需要有补给基地 那中国现在在吉布提 已经有第一个补给海军基地了 那么据美国方面的讯息 显示这个海军基地 第一个码头已经造好了 可以停航空母舰的 那么第二码头正在新建中 那么所罗门 这个中国跟他们签的协议中 具体的细节并没有公布 但是呢 可以想象中的 一定是可以提供 各种军舰的补给 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悬念 那我们看到美国 对于中佐之间 这个安全协议是非常的敏感 这如何去理解 为什么呢 在看中美当前的一个博弈的形式 我们都很清楚 中美之间现在 尤其美国 这个卑躬舍眼 非常紧张 对中国的任何行动都非常紧张 那么尤其所罗门 群岛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关键 因为它是在澳洲的东北部 差不多2000公里方 那么如果你在地图上一看 就是从澳大利亚 要到夏威夷 它正好在中间 所以对美国的海上运输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点 所以美国比较敏感 那么再值得关键的一点就是 这个最近呢 索罗门群岛这个南太平洋过去 从来就是靠着澳大利亚的 但现在开始有点疏远澳大利亚 也特别疏远美国 靠近中国 这个对美国来讲 当然是很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那么特别是在中美的大 太平洋大棋盘博弈上 那么涉及到大棋盘的右下方 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种 对大棋盘中空的一个很大的威胁 太平洋大棋盘博弈指的是 中美两强在太平洋上的竞逐吗 对 我常常有个比方 就是你把地图摊开来 这个太平洋你把它摆在围棋的中央 就是一个大空 这个大空过去 从来是被美国当初是一个内海来看待的 就外国任何势力都不能进去的 但如果你可以看到 在澳大利亚这边 中国有一个子打到索罗门群岛 这就等于是围棋里面的打入 这一打入 万一这个稳定下来以后 美国大空中间 这边就凹了一块进去了 美国当然很关注 美国当然非常 所以美国这次派那个坎佩尔 坎佩尔就是印太的协调官 非常高的官 这个赶到索罗门群岛去 没有用 已经因为生命已经煮身熟饭了 那么具体来说 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 把这个太平洋打造成了自己的内海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过去在节目里面谈过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这1867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从这个 这个当时叫做俄国吧 用700万美金买下来阿拉斯加 然后呢在1893年的时候 利用这个夏威夷这个政局部闻 又把夏威夷这个控制下来了 然后1899年这个美西战争 打败了西班牙之后 又把关岛跟菲律宾控制下来了 然后在二战之后 又把这个日本占领了西太平南太平洋一行道遇 统统这个代理管理了 然后又跟这个战后 跟日本跟韩国 跟这个台湾地区 还有这个新加坡都建立各种军事同胞的关系 然后又跟澳大利亚 这个五眼联盟 新西兰 还有这个加拿大 都有各种关系 所以你可以把地图一看 东南西北在太平洋周边 全都是美国的势力 所以我就常讲 这个就变成美国的一个内海了 这个内海的势力 就是不容人家侵入的 对 我记得您之前把这个中美 在西太平洋的博弈称作 河海之争 这个海说内海 就是美国把西太平洋 当作自己内海了 对 所以美国把这个 整个太平洋当作内海 但是关键是美国的内海 中间有一部分 这个靠西边 靠西太平洋 把中国的东海 南海 黄海 台海 通通把它覆盖进去了 这个对中国来讲 不能忍受嘛 所以中国就必须要把 泽斯凯变成一个护城河 所以中国现在目的 就是把美国力量 从第一岛内排除出去 要打造自己的护城河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形势 就是中美在西太平洋博弈 就是护城河跟内海之间的博弈 如果中国那个博弈成功的话 美国在西太平洋又少了一块 那么在南太平洋那边 又少了一块 这个对美国来讲 威胁的确是比较大的 面对美国的介入的话 中国只能采取一些 反介入的策略 就是把美国排挤出第一岛链 对 那么这个反介入跟介入的 这个交锋的点 那么大家一听就清楚了 一定在西太平洋 而且有很大的概率 就在台海跟台湾 所以这个方面 在这个地区将来会越来越成为 中美之间来自于 全球最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博弈 那中国在积极的发展员海军 除了说希望能够在太平洋上 和美国平分秋色之外 对于全球布局来说 还有什么意义 以及中国近些年的努力 与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又有怎样的联系 好 精彩内容 立刻进入到评说新语 进入评说新语 陈先生我们今天题目是什么呢 今天题目是 中国正在重返海洋强国 或者是中国要成为 全球第十一个海洋强国 怎么讲 好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华民族 在追求伟大复兴的目标 那么什么叫伟大复兴呢 意思就是中国在历史上 曾经有过辉煌的一些状态 或指标我们今天要恢复 那么有哪些具体的指标呢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GDP 中国曾经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 那么现在中国GDP已经第二了 再过十年就第一了 那么第二个指标就是科技 中国在过去发展 科技发展水平都很高的 那么现在越来越表现很好 现在也在直追世界前沿 第三个指标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强国 什么时候 明朝 那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九个海洋强国 没错的 那是从明朝的政河下西洋之后 中国放弃了海洋强国之后 然后碰到西班牙 荷兰 德国 英国 法国 然后俄罗斯 日本 美国才出来 那么所有这过去 的确是有九个海洋强国 但是中国在他们之前是第一个 所以中国如果今天也再度能够 重返海洋强国的地位的话 那中国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委员合作新 而且中国成为全球第十一个海洋强国 视频大家在今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圈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